家族荣耀,剧中扑朔迷离的家庭关系,引发了观众们的种种猜测,究竟谁才是女主的良配,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,当然在这部剧中,几位女主的演技也非常不错,今天来分析一下,剧中四位女主,最后都会收获怎样的结局? 熊戴林饰演的叶采薇,是富家千金,她和马耀宗也算是门当户对,所以这些年叶采薇在马家的生活,一直都很舒适,毕竟每个人都要给她面子,但是叶采薇这个女人,没有什么头脑,经常被身边人利用,贾洛仪就经常利用她,在竞争行政总裁职位问题上,叶采薇和贾洛仪也统一了立场,只不过很可惜,因为叶采薇的愚蠢, 后来马耀宗也失去了继承权,虽然叶采薇曾是富家千金,但是以后她都要学会,看别人脸色行事,看到这里也终于明白,成功男人的背后,为何需要一个聪明的女人? 马昭慈虽然是马家人,但是因为母亲地位不高,所以马昭慈在家里,也没有什么地位,在公司里的职位也并不是很重要,毕竟马家比较重男轻女,马昭慈的男朋友接连出现错误,后来马昭慈也终于意识到,不管自己如何努力,最后都不会被家人重视。 马昭慈也终于开始学聪明了,开始找到一个更加利于自己的立场,她后来也选择和真心统一立场,手中掌握了部分股权,也算是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结局。 甲洛怡为了复仇,所以千方百计嫁到了马家,母亲的去世是她心中永远的痛,她心中也不是很喜欢马耀堂,但是马耀堂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掌控,她仗着自己怀孕,可以顺利嫁进来,后来甲洛怡的心态也改变了,她开始算计自己的好姐妹,真心一直都心怀善意。 甲洛怡后来孩子也没有保住,她的计划也败露了,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,可以说甲洛怡真的是因为仇恨,蒙蔽了自己的双眼,她这样的结局也真是大快人心。 真心是剧中的女主,她虽然有女主光环,但是抛开光环而言,真心个人能力确实比较强,她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,殊不知马耀祖在外边沾花惹草。 真心发现自己被利用了之后,也重新调整心态,她要为自己而活,同时也要开始报复马耀祖,后来真心和马可联手,这两人之前就有过一段缘分,真心和马可生下了一个儿子,马耀祖的财富,后来也被这两人转移走了。 可以说真心真的是一个聪明的女人,刚开始在婚姻中,她忍受了不公平,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,活成了人生赢家,这样的结局也算是苦尽甘来。